其實現在我們香港的金融系統是絕對可以兌換美金給你,沒有問題,不需要害怕 反而每一次金融危機,大家記住,這個是老師上課一定要說的 金融危機最害怕的不是大家的存款,不是大家有的實物貨物,股票、樓這些都不用怕的 如果是實物貨物,你最害怕是什麼呢?你最害怕是債 就是每次金融危機,100%的問題都是出於有些人欠了錢,但是他還不到 因為你欠了債,其實你是想著將未來的錢拿去還的,債就是先花未來的錢 那麼你在好時好日的環境,你不用怕,你最害怕是什麼呢? 你最害怕就是好像這些環境 那麼好了,香港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,就叫做聯繫匯率 聯繫匯率之下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如果你是真的大有錢人,例如我要跟銀行做融資買地,或者一借就說幾百億去借那些 他們是不會借港幣的,他們借的都是借美金的 為什麼呢? 為什麼呢?